就是今天也求了地藏王菩萨 师父 对啊 有一个地藏王菩萨告诉了同修几句话 师父 您稍微休息一会 我读一读吧 好 心灵法门的弟子 今日地藏王菩萨开示 你们修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 末法时期 这是最好的法门 既可解决人间疾苦 又可往生疾方疾乐 观世音菩萨慈悲你们啊 你们一定要跟随观世音菩萨 跟随你们的人间师父好好修啊 末法时期 众生造业深重 天灾人火不断 菩萨们都着急 希望你们这些众生 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法门 自己离苦 让众生得乐 在此 我开始给大家 莫要随意去诽谤任何法门 每一个法门都有不同的菩萨在掌管 都是让众生解脱的道路 选择法门不同 是你们跟菩萨的缘分不同 莫要随意攻击 心灵法门的特点是 让人间凡人 解决家庭事业 学业等诸多问题 最后往生疾方疾乐 我地藏王的法门是超度六道众生 让他们离苦 每个法门修行不同 但最终的宗旨 那就是佛陀的佛道之路 在此 我告知于你们广大佛弟子 你们闻到佛法 是你们的福报 没修之人 而且作恶多端之人 他们会受尽地狱之苦 是你们常人无法想象之苦 轮回于恶道之中 还难超脱 在此提醒你们诸恶莫作 众善奉行 孝敬你们的父母 会给你们征服征寿 切记 切记 师父 在想完了 地藏王菩萨 真的是也是大悲 真的大悲愿 他是一个非常非常 有智慧的菩萨 他你看 他百忙当中 还要来护持心灵法门 对 真的是一个好菩萨 其实他们这个都是 都是实地菩萨的 就是佛了 只是他们要把自己说成菩萨 就更接近众生 明白吗 明白明白明白 您开始一下地藏王这三个字吧 叫地藏王 师父 地下有没有宝藏了 我问你 有有有有有 那么地藏呢 他没有把任何的地藏 全部作为好像不好的 对不对啊 但是都是作为一种地下有宝藏 但是在地下这个宝藏呢 比方说救度众生也叫 也是也叫宝藏 那么从菩萨的境界上来讲呢 自己心能够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对不对啊 那么就地 对对 那个地藏王菩萨呢 他非常的安静 非常的这个思虑 很多问题 考虑问题非常的周密 那么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做事情根本不管后来的 只管过去的 只管做的时候的一种享受 所以呢 地藏王菩萨的意思呢 就净律生密啊 生就是很生 去密 就是很密集的 去静静的去考虑 犹如密藏 就是像这个密藏一样 秘密的宝藏一样 所以一个人的思维 如果非常的净律 很安静 去考虑问题 能够安忍 他就犹如密藏 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那么地藏 那么这么多的地藏里面呢 他能够拔苦 救别人 对不对啊 而且地藏王菩萨是大孝和大愿的 这个融合体 所以大家就称为他大愿地藏王菩萨 所以汉传佛教里面有四大菩萨 他就是一位 对对 你知道他的道场 对对对 道场在哪里吗 安徽九华山 对了 地藏王菩萨道场 对了 师父你去过九华山吗 师父 没有 以后有机会 师父 有机会 师父 那地藏王菩萨 因地狱不空 师父成佛的愿力成就国外 师父也开始过 能许大愿的人 就是在提升自己的根基 想要一事形成 一方面 精识的修为和愿力 另一方面靠根基 现实中很多统修都期望今生能随着师父回天 但又距于一事纠成 所偿还多次的债务压力 可能会承受更巨大的业障果报 而不敢许这种大愿 师父您开始开始这个问题吧 师父 愿力来自于心 对不对啊 嗯 你看看愿力的愿 上面是个原来的愿吧 对 下面是不是个心啊 对 原来的本性 就是成全你的大愿 明白了吗 所以你要想想看 啊 所以地 啊 地藏王菩萨 它是有自己的本愿的 所以四大当中地是 也是一个大 地大 对不对啊 所以你看地藏王菩萨 它是地 也是一个大 它是管下面的 啊 这样是什么呢 就是含藏 啊 含藏 就是含在 藏在 啊 藏在里面的 啊 所以呢 你们要记住了 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 要啊 满足众生所求 啊 增长自己的智慧 然后呢 啊 利益所有的众生 将生死烦恼 啊 全部都要去除 啊 成为福德之根本也 所以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大家要懂得 愿力 它是启动 所有人的本性的一种引擎 就是一种启动器 你今天要做慈悲 你也要有愿力 你今天不管做什么事情 你说 你要做慈悲 要不要有愿力啊 对对对 要有愿力的 你做什么事情 是不是都离不开愿力啊 对 你今天要出家 你有没有愿力啊 没有愿力 你怎么出家 不可能 啊 就这个意思 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你看师父 去年2月12日录音里观世音菩萨不是有个开始吗 凡发心事成正觉乃至无上正等正觉的佛子 为师必定弥补人间所失 报平安吉祥 挂千古安悦 为师倒消业障 内心光明无量 师父 你看真是和朋友 对啊 所以大家都知道地上王菩萨有一句叫地狱不苦事不成佛 对不对啊 对对对 那么还有一句大家不知道不啦 对不知道 啊 还有一句叫求诸所愿 积满足 哦 求诸所愿 积满足 就是你只要有什么愿力啊 你要求 在愿力上你要有所求的话 地上王菩萨都会满足你的要求的 啊 也就是善愿啊 是你们自己要懂啊 啊 明白吧 我